夏志平 鸡圈雨 刘尔金 上台鞠躬 奇怪了 今天这个开场怎么跟从前的开场不一样呢 我是夏志平 今天非常高兴地能够欢迎两位贵宾来到早安台湾 当然了 事先跟各位听众问个好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这两位贵宾呢 让志平有了不一样的开场的方式 好像是上台说相声 是不是 大家好 我是刘尔金 大家好 我是姬天宇 看到我们这个当然是不一样了 看到我们穿的这一身红啊 表示有喜事啊 是是是 两位呢 其实是吴赵南 什么跟什么 不是说好不结婚的吗 是我们结婚 他已婚 还是您说吧 是是是 两位呢 是吴赵南相声巨艺社的两位重要的演员啊 今天他们一起来到早安台湾 为了呢 只要跟各位听众 还有各位观众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一块来介绍 有关于吴赵南相声巨艺社他们即将要演出的讯息啊 所以呢 咱们一开始设计了这个非常非常棒的开场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feel出来的呢 肯定是有的 对 说到这个喜事 当然不是我们两个要结婚啊 当然 就是这个喜事就是主持人说的 我们吴赵南老先生啊 人间国宝相声的国宝呢 是 九十大寿啦 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 与众不同 崭新的一个 可以说是集舞台剧 相声 金剧 主板 诗古镇 你想得到的传统艺术 统统包含在内就是一个传统艺术的 懒人包 讲到懒人包 有点敏感不是吗 没有没有 今天咱们一块轻松就好 对对对 好这个讲到这个演出啊 呃我先请天宇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不好 呃是在演出是什么地点 呃什么时候 这重要的是这出戏到底叫什么名字 是 我们这出戏叫做 步步惊喜之 无门针帆转 你好烦 对对对 我们里面最多讲到就是 好烦啊 真烦 是是是 真的 然后这一次呢 比较不一样 因为平常来说 我们都在台北啊 或台中地区演出 这一次我母老师说 哎呀不一样 我90啦 这要演呢 就要演更多的地方 给更多人知道 嗯 所以我们要寻回全台 饕惹人家一句话呢 我们没有问题 所以就大家就动员起来啊 是 忙的是人仰马翻 对 这个90岁的老先生呢 他要挑战极限 嗯 他说呢 他要连演四个地方 连演一个月 哇 对 包含了第一周 我们从9月9月6号开始 我们要到新竹 嗯 然后9月的13 14要到嘉义 是 然后9月20要到台中 9月26 27 最后回到台北 好 这个日期 跟这个剧名 嗯 还有地点 咱们都说了 对 是 嗯 演员呢 哦 演员 除了吴老师之外 那可不得了了 对不对 嗯 两位这个挑大梁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 要先看一下嘛 要说师门里位置排行老五啊 哦 要说他就更小了 对 他是我师兄的徒弟 嗯 就是我师职 他得叫我师叔 嗯 嗯 我叫他师职 因为他常常师职 谁师职啊 哈哈哈 好这个 这次不得了 这次就是我的师傅他们这辈 几乎可以说是全员到齐 对 包含我的大师伯 从美国跟吴老师一块回来的江南 嗯 然后活冠群 然后狼祖云 少说去排 对 再来是我师傅刘曾凯 然后刘尔金 然后最小的是书樊光耀 另外 还有不同的卡司出来啦 包含了柳叶替 然后以前这个 以前在那个包工 包工里面 包今天里面 是 也往上马上那个柳叶替 然后还有皇家签 嗯 我们请了各界不同的这个明爵来跨刀啦 是 最厉害的 嗯 再从美国挖了一位明爵回来 谁 王海波 王海波老师 是的 花脸 对 她是女花脸 对 第一昆镜 对 两岸第一昆镜 没错 天呐 对 所以这个戏光听这些个参与的这个角色 我就 喂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就可以想象这节目有多精彩 对 刚刚也说了 呃 除了相声 嗯 还有金句 嗯 呃 鼠板 主鼠板 还有尸骨镇 尸骨镇 尸骨镇 我们请了亭威省诗团 对 嗯 除了就是一开场有尸骨镇热闹 这台上舞的开嘛 绝对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对 因为这个主要是我师父过生日 嗯 一定要让他开心 喜庆 除了我们说的这些人之外 嗯 嗯 你每一场啊 都还可能有神秘嘉宾出现 有谁不知道 大卡 大卡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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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